这一堂课是耶稣登山宝训的完结篇 耶稣以六项两类论来教导天国的道理 主要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但在路加福音的第六十一还有十三章的部分经文里也有记载 这六项两类论包括 第一个两类论段一到第五节 第二个宝物与恶人第六节 第三个两个副七到十二节 第四个两个门两条路两个结局 十三到十四节 第五是两类教师还有两种果树 十五到十九节 以及最后的两种建筑工人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首先是谈论断 请各位翻开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第七章一到第六节 另外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七跟三十八节 以及四十一跟四十二节也有提到 论断有谴责和定罪的意思 耶稣教导人不要论断 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 指的是不要做假冒伪善的论断 请各位看一下马太福音七章第五节就知道了 耶稣以粮木还有刺来比喻缺失的大小 那自己有大问题 却来挑别人的小毛病是要不得的 要先看到别人有过犯时 先问问自己是否有相同的过错 那在纠正别人之前先端正自己 以身作折如此纠正他人才具说服力 另外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能够克服己身软弱的人 更能够帮助有相同遭遇的人 论断必须是公平的 约翰福音七章二四节 因为论断人的良气是相同的 那衡量别人的标准也适用在自己身上 马太福音七章第二节 保罗就责备犹太人说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罗马书第二章一到三节 那路加不只提到定罪的良气相同 而且饶恕还有施舍的良气也相同 好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跟三十八节 是这样说的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身斗 连摇带岸上奸下流的 盗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耶稣描述好善乐失的人 会从神那里得到十足的福气 那从这个经文里写说盗在怀里 是因为古代的衣服 一般可以将外衣折成袋子状 再将那个穀物装在里面 而抱在怀里 基督徒有责任做公平正义的论断 而且论断的动机必须要纯正 我们要讲几个例子 教会可以论断犯罪的弟兄 触其悔改 若不悔改 则可以拒绝往来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教会也可以告诫 甚至弃绝分门结党的弟兄 提多书三章第十节 而且要远离不守规矩 不听从教训的弟兄 铁撒罗尼加后书三章第六节 不和这些不听话的弟兄交往 目的是要叫他自觉羞愧 铁撒罗尼加后书三章十四节 那另外对于不传纯正道理的人 连问案都不行 以免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约翰二书十以及十一节 结论是公平的论断是有必要的 但不可以是假冒伪善的论断 那恶意的论断是不可取的 但辨识性的论断却有必要 所以耶稣接下来要这样教导了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珠前 恐怕他见他的珍珠 转过头来咬你们 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 当我们传神圣的福音给人时 要能辨别对方是虚心受教 或者是自高自大 喜好问难争辩的人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 那后者这样的人 就是所谓的猪狗之类的 这是耶稣这边讲的 他们不珍惜神的道 反而糟蹋神圣的福音 他们不只不听神的福音 反而回过头来 来控告你 传异端学说 扰乱人心 若知道对方是这样的人 就不必花时间在他们身上 以下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耶稣吩咐十二个使徒 到犹太人那边去传天国的福音时 他说 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城土堕下去 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 另外 当犹太人满心嫉妒 硬是辩驳 毁谤保罗所说的话 保罗和巴拿巴便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十罗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 第二段 论祈求 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 另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三节 也有相同的记载 耶稣以三个动词 祈求 寻找 还有扣门 来传达向神祈求时的坚持态度 那马太福音的七章第八节 就是用现在式动词 来表示动作的持续性 所以这一句经文的意义是 不断地祈求 就不断地得着 不断地寻找 就不断地寻见 那不断地扣门 就不断地给他开门 耶稣后来用一个不断伸冤的寡妇 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 这个寡妇后来得了她想要的 是由于她不断祈求的结果 但是根据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必须要依照神的旨意求 才求得着 另外一方面 神的回应是根据神的全知能力 那为了我们好 他的回应可能说 不 保罗为了他身上那根刺 向神祈求了三次 那我们实在不知道那根刺是什么 但我们知道神的回应是 我的恩典够你用 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九节 意思是 不 你得忍耐 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对保罗最好的 那么接下来 耶稣就以地上的父为比喻了 说明天上的父会把最好的给神的儿女 在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 那当儿女向父求饼鱼或者是鸡蛋时 父亲不可能给他们石头蛇或鞋子 地上的父和天上的父相比 虽然不好 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 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节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在天上那位更慈爱的父呢 岂不是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雅各说嘛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被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 天父爱神儿女的心从未改变了 由于神的儿女渴望从天父那里得到好东西 耶稣要门徒将这股渴望 应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 所以耶稣就这样说了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我们称此经文为 做人的最高指导原则 或称作经律 它是人类道德之端 其超越种族和性别 并穿越时空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邪恶世代 这教训是一种崭新 全然不同的生命观 耶稣的经律 是主动积极的生命态度 教导人要主动行善 而中国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所教导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称之为淫律 教导人不要行恶 恶者皆家 但是耶稣的经律更胜一筹 耶稣这条经律 若能努力实践 那世界的争端 社会的乱象 家庭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就总结在这句经律里了 这是耶稣说的 那耶稣后来也提到两条诫命 也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耶稣说 你们要尽心尽信 敬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实也要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 因此实践耶稣经律的积极作为 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 然后爱人如己 好 第四项我们要谈的是 两个门 两条路 还有两个结局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7章13跟14节 还有路加福音的13章24节 耶稣提到有两座城 一城是永生之城 另外一城是灭亡之城 永生之城的城门狭窄 通往此城的道路狭小 而能找到这条小路而进窄门的人 非常的少 耶稣以此比喻 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天堂 因为小路不止难找 而且路途艰难 若没有坚定的毅力是无法走完全城的 然而天堂路虽难行 最后的赏识却是极大无比 保罗就以此勉励弟兄 他说 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哥林多后书4章17节 另外一座城是灭亡之城 城门是宽大的 引到此城的路也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这个比喻就是将来进入永行地狱的人 绝对要比进天堂的人多得多 因为多数的人喜爱挑容易的路走 不需要努力就能抵达终点 今天多数的人正走在这条通往灭亡的大道上 我们当警惕自己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呢 好 第五点要辨识假先知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七章15到20节 还有路加福音的六章43到44节 天堂路不止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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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 使徒行传20章29节 假先知就如同是一匹狼披着羊皮 表现出温训的模样 保罗就说 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哥林多后书11章14到15节 人无法从外表来辨识假先知 因为他们也有敬虔的外貌 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五节 要辨别假先知只能凭他们的果子 耶稣就以好坏两种果树来做比喻 自然界的定律是各从其类 创世纪一章11节 也就是说好果树只结好果子 坏果树只结坏果子 葡萄和无花果 不会从荆棘或吉林中长出来 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就属灵而言 假先知或假师父会传假道理 但他们会伪装得很好 在许多真道理之中掺杂一些假道理 便可以渐渐地引诱门徒离弃真道 保罗说了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服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就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提摩他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那彼得也警告说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 师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自取数数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谐音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彼得后书的二章一到二节 因此从他们的教导 以及所造成的结果 便能够认出他们来 这些假先知就如同坏果树一样 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砍下来 丢在地狱的火里 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 这个和施敬约翰警告法利赛人 和萨都该人如出一策 马太福音三章第十节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项教训 不认识称耶稣主啊主啊的人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那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 并非是求告主民 而是承认耶稣的统侠权 口里认耶稣为主 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 而且每一个人也都该称耶稣基督为主 斐利比书的二章十到十一节 但是啊 光口里称呼是不够的 必须要遵行天父旨意 才能进入神属灵的国 也就是教会 那么在教会里的神的子民 也必须继续地遵行天父旨意 才能进入那天上永远的国 也就是天堂啊 二十一节 他说 那日 这个是单数的名词 二十二节 是指审判日 各位可以参考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 在审判日 会有许多人向耶稣夸口说 我有奉利的名传道啊 奉利的名赶鬼啊 奉利的名行许多义能啊 但无论有多少丰功伟业 都不能取代 遵行天父的旨意 耶稣反而称这些人是作恶的人 是他不认识的人 并叫他们离开 二十三节 在审判日 那些离开主耶稣荣光的人 只能进到永活里面去了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 再来 两种建筑工人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那么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也有记载 耶稣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然后后面又说了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因此啊 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必须遵行主耶稣的道 耶稣接下来就提到两种人 一种是听了耶稣的道又去行的人 他们就好比聪明的建筑工人 把房子的根基深深地安在坚固的磐石里 而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啊 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还有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第四节 所以顺服的根基 必须建立在基督的教导上 如此 当生命受到试炼与挑战 就如同雨林 水冲 风吹 去撞击房子 生命依旧能够屹立不摇 相反的 无知的人呢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没有以遵行耶稣的道为根基 那么当试炼挑战 冲击生命时 便完全崩溃啊 以上的说明呢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 就是听耶稣的话又去行的人 他是个聪明人 其生命经得起考验 将来也能够进入永生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是耶稣登山宝信的总结 这里说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了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耶稣教导与众不同之处 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点 具有原创性 非仿自于犹太老师的教学法 第二点 具有权威性 直接是从神而来的教导 第三点 具有崇高性 他高于摩西律法 第四点 他有至高的标准 要求心要认真 行为要顺从 第五点 具坚定性 任何恶劣环境 都能够屹立不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要来探讨所谓的求告主民 在犯基督教里面 有很多人相信 只要口里承认在基督里的信 就可以得救 但是有人就会批评圣经 本身充满矛盾 虽然彼得和保罗都宣称了 凡求告主民的救必得救 各位可以参考 《使律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以及《罗马书》的十章跟十三节 但批评圣经的人 就会提醒读者 耶稣曾经说过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这里说救必得救 但那里说不能进天国 那这两段经文不是互相矛盾吗 好 事实上 《使律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以及《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还有《使律行传》的二十二章十六节 所提到的求告 并不等于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所称呼的主啊主啊 当我们仔细考察圣经 便可以发现 圣经里所谓的求告神或求告主名 它的意义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举一个例子 在《使律行传》二十五章十一节里 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 这次的上告的希腊文 就和《使律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以及《使律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里面的 求告正是同一个希腊字 保罗当然不会认为他单单求告 或者是呼叫该撒的名 他就可以得救了 身为罗马公民 保罗虽然有权将他的案子上述到一国之君 该撒 但是为了要得到该撒的审判 保罗必须遵循所有的上述程序 所以求告主民的真正意义就是 遵行主的吩咐 而不是嘴巴承认或者是呼求而已 好 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这些相关经文 首先是《使律行传》的第二章 在五旋节时 彼得在耶路撒冷向众人传道 然后他引用约尔书里面的预言 告诉听众 凡求告主民的救必得救 《使律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引用约尔书的二章三十二节 那接着他就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了 而犹太人却将他交给无法之徒 钉十字架了 然而神叫耶稣复活 并叫耶稣坐在他的右手边 且立他为做主以及做基督的 众人听到这里真是心如刀割 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啊 三十七节 彼得没有叫他们呼叫主民 说主啊 主啊 救我 不是的 反而是教他们什么是求告主民 他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尽 叫你们的罪得赦 三十八节 若是能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以及二章三十八节做对照 并可以知道求告主民的真正意义了 好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这边说 凡求告主民就必得救 然后《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尽 叫你们的罪得赦 所以彼得教导这些非基督徒 求告主民 就是顺服福音了 那一天有三千人相信耶稣是基督 然后悔改 还有受尽 如此就顺服了福音 而求告了主的名 第二个例子 在《罗马书》的第十章 十一到十五节 经上记者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犹太人和细腻疑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 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的 只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矫重是何等加美呀 以上的经文 可以倒推出以下得救的步骤 首先 人奉差遣去传道 然后有人会听道 然后会信道 之后求告主民 然后才得救 保罗这里所说的 和彼得所宣扬的完全一致 在求告主民之前 要先信信道 那么在五旬节的那些听众 听完彼得的道之后 他们就扎心了 又问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这代表他们已经相信 耶稣是基督了 于是彼得接着就告诉他们 如何求告主民 就是悔改 还有受尽 第三个例子 在《使徒新传》22章 保罗向一群百姓 诉说他归族的经历 他准备到大马社 去逮捕基督徒 那在途中呢 主耶稣向他显现 叫保罗 那个时候叫扫罗 的双眼暂时不能看见 扫罗就问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使徒新传》22章第10节 那也可以参考 《使徒新传》9章第6节 耶稣没有叫他求告主民 而是告诉他说 起来 进大马社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 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你 从《使徒新传》第9章 可以得知 在尚未见到亚拿尼亚之前 保罗已经有三天不吃不喝了 只是祷告了 《使徒新传》9章9到11节 那亚拿尼亚见到扫罗之后 他没有告诉他说 你已经在求告主民了 你已经得救了 在这个阶段 保罗已经相信 耶稣就是基督了 那他之前所作所为 也感到懊悔 所以他三天不吃也不喝 但在祷告三天之后 他仍旧是个没有得救的罪人 所以亚拿尼亚接着就告诉他 如何求告主民 他说 22章16节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尽 洗去你的罪 中文圣经的翻译 容易让人家误以为 要先求告主民 然后才受尽 其实求告主民 是以分词的呈现 各位请看英文的圣经 极可以晓得 表示受尽死罪得色的过程 就是求告主民 那从以上的三处经文 研究得知 求告主民第一点 不是呼叫主啊主啊 第二点 不是向神祷告 乃是顺服主的吩咐 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尽死罪得色 史路新章2章38节 这就是答案了 悔改及受尽 就是求告主民 但是求告主民 有更广泛的意义 让我们来看更多的例子 在创世纪的四章26节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以诺士 那个时候人 这边人是复述的 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这是圣经记载 人类第一次公开的敬拜神 再来 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去到神指示的地方 那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盆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在那里 他又为耶和华 万民用清洁的言语 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 同心 何以的 侍奉我 很显然的 这是指 侍奉神 另外 圣徒也被称作是 求告主民的人 我们看到 扫罗苦害圣徒 要捆绑一切 求告你 你就是主耶稣 名的人 史如新传9章13到14节 还有保罗写信 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 蒙召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节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 求告主民 就是顺服主的吩咐 包括 顺服福音 及顺服神的救赎计划 第二点 敬拜神 第三 忠实地服侍神 求告主民的总结意义 就在于 马太福音七章21节 遵行天父的旨意 这一堂课到此告一段落 那么在结束之前 让我们想想 这堂课所学到的 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上天堂 那我们就得先了解 天父的旨意是什么了 努力考察圣经 为了就是要了解天父的旨意 在得知天父旨意之后 让我们以谦卑的心 接受它 实践它 彼此鼓励 朝天堂路继续迈进 愿神祝福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晚安 又让我们下次再见 就会